美国加强东美亚的布局 日本会将成为下一个菲律宾 大家好,我是卢仲成 菲律宾露出了马脚 小马克思到底是难堪大用啊 老话说得好啊 做贼心虚 菲律宾现在就是如此 在中国把君子协定这件事公布出来之后 菲律宾方面的表现就处处透露着心虚 先是小马克思在媒体面前装傻充愣 后世眼看证据确凿 无法抵赖 就直接把说话的人给撤职了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 阿尔贝托卡洛斯已经被撤职了 而这一举动算是坐实了菲律宾 曾经与中国就仁爱交 达成过君子协定这件事情 不得不说 年初我国外交部瑞平小马克思 让他多读读书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道理的 我们中国只是出了一招 就把菲律宾的老底接了个干干净净 而小马克思的能力呢 也是真的不行 上个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被一句美国能为菲律宾 做到哪一步 直接给问懵了 语无伦次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还难想象一位国家领导人的 应变能力如此不堪 这也侧面反映了菲律宾政府 难堪大用啊 美国对这件事也是心知肚明了 直到随着菲律宾的节节败退 南海地区已经很难再掀起什么风浪了 为了破坏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 巩固美国的亚太战略 美国政府很有必要要寻找下一个菲律宾了 那么菲律宾的下一个是谁呢 是日本 据日本媒体报道 美国政府将于7月份向驻日美国大使馆 派遣所谓中国事务专员 也就是美国政府在近几年所培养的中国问题专家 据报道 这些即将被派往日本的中国专家 同时具有中日两国的工作经验 主要工作方向在于情报搜集 和监视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动向 同时还将负责推进构建不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的建设 乍一看 他们似乎只是虚执 明未观察 但是实质是督战 别看日本这两年的小动作不断 俨然一副美国在亚太地区带领人的角色 但是说起来也是狡猾的很 菲律宾和韩国都先后跟中国撕破脸了 外交关系是越来越差 但只有日本政府和中国一直保持着频繁的外交互动 并没有走到撕破脸的这一地步 对于这件事呢 过去美国是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菲律宾政府不堪大用 韩国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真正能帮美国在亚太做大事的 也就只有日本了 为了让日本成为下一个菲律宾 美国政府就派出了督战队 推测是为了搜集中日合作的关键领域 逼迫日本搞脱钩锻炼 扰乱亚太地区的局势 这一推测并非空虚来风 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政府对中国周边的接触是异常频繁 从中亚五国到蒙古 再到印度 菲律宾 日本 这里面美国中情局的身影是从不缺席 一直在扰乱中国周边国家的安全局势 想从地缘上破坏中国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但是说实话 美国想拿这一套来赢得中美博弈 多少有些痴人说梦 大国博弈从来靠的不是什么阴谋诡计 而是靠控制地区的综合实力 那是真正的实力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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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